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离不开它 古人毕生追求的八大雅士 不外乎 琴 琪 书 画 诗 酒 花 茶 前五个属于精神享受 后三者属于物质享受 酒则排在了物质享受之首 低位可见一斑 昨天提到的杜甫名剧 《李白斗酒诗百篇》 更加这种朴素的物质文明 与狂放的精神文明一道柔和 推向了巅峰 高价一壶酒 然而近年来 中国高档白酒的表面繁荣 与疯狂需求 慢慢脱离了酒文化的纯权本质 开始向恶俗扭曲 浮夸攀比的泡沫型 价值观迅速靠拢 高档和高价炒作和暴力 成为了无数人趋之若鹜的 万恶之源 这种风气 其实离不开部分国人同胞 在富裕之后 所衍生出的虚荣心理和低俗追求 2019年1月 四川成都历师刑年钞 花了6万元 买了各两瓶 分别较长30年和50年的茅台酒 事后偶然发现 自己居然上当受骗了 跟着怒把茅台公司告上了法庭 茅台公司后来变称 年份酒的概念 本来只是一种品牌包装炒作的说法而已 行业内人人皆知 也就是说 年份酒不过是一种 障眼法的勾兑而已 呼旁来相亲 茅台公司坦言说 这种勾兑的操作 是在两吨的白酒当中 加入形式上的 一汤匙分量的年份原浆而已 也就是说 一颗润喉糖的分量吧 这种真相实在让人忍俊不尽 这个真相的曝光 就顺带带出了另外一个行业的潜规则 也就是 所有的中国白酒 包括洋酒 不管档次高低 主要的成分都是酒精 只是 各地各厂的尿造方法 使用原料 香料添加等等 各有不同而已 这就直接导致了 各种酒类的口感和香型 也都大不相同 另外 我们入口的各种美酒加酿 除了酒精之外 还有极为复杂的 其他微量的 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成分 因此 各种养生保健的虚假概念 也都是利用这些微量的元素 大作文章的 举杯 妖明月 可能不说不知道 各种花里胡翘 血头满满的香型和口感 例如 酱香 清香 浓香 米香 凤香 煎香 或者其他听起来很炫 很酷的香型 真不是因为纯酒原料 或者纯酒方法的不同 所发酵出来的奇幻效果 而是厂家在后期勾兑 添加了各种香味剂 添加剂 所起到的作用而已 所以 全部百年传承 独特配方的诱人噱头 都是调节口感和组合香料的 食用香料罢了 醉影成泥人 昨天 新闻提到了 候选国家主义院士 也就是茅台的王力 大部分的研究 都是在围绕茅台酒的微生物组成 化合物检测 菌株的不同代谢 等等的课题 其实 香型和口感的研究 也是重中之重 因为 我们这些中国人 天生就特别讲究口感 沉迷于味道 所以 都是粥鱼打黄钙 一个愿打 一个愿来 说到这 大家可能都明白了 所谓三十年 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原浆 都是 装神弄鬼 骗你没商量的幌子 跟酒的口感 香味和成分 通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低端的白酒 甚至会直接使用 可以实用的工业酒精进行勾兑 这种可使用的工业酒精 可不是用宝贵的粮食来生产加工的 它们通常都源自于石油 煤炭和生物质原料 而所谓的生物质原料 说白了 就是林业加工的剩余物 农业生产的边缴料 以及城市的垃圾 包括 有机的废水 便水等等 它们都可以用来生产出工业用的酒精 当然 国家的标准严格的规定了 食用的酒精 必须要用粮食来生产 但实际上 高纯度的工业酒精 与食用酒精 在成分上 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人能够喝出不同 只是 不可食用的工业酒精 由于甲醇超标 是绝对不能拿来食用的 连接触人类的皮肤都不行 因为甲醇 有较强的毒性 对人体的神经系统 和血液系统 有相当的破坏力 好了 今天讲到这 新闻顺便祝您 元宵快乐 美酒当歌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 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